5月8日港媒报道 有传刘诗诗患上产后抑郁症 终日眼泪洗面 可能要修缘好长时间 才可以付出拍戏 爆料人说 刘诗诗最近的情绪非常不好 每天脸上都没有笑脸 不爱说话 不是一个人叹气 就是默默流泪 甚至眼泪洗面 也很少梳妆打扮 这样的情绪 让她没有了以前的光彩 也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 再加上怀孕 对于身体的折磨 她可能要休息很久的时间 才能再次付出拍戏了 这一则爆料也让大家 非常的关心她 涮令一生亡的刘诗诗 也会产后抑郁呢 消息一出 刘诗诗诗的粉丝都忧心忡忡 亦有网友结的好疑惑 不解吴气龙那么爱惜老婆 生仔都安排入住 知名医院最贵病房 呵护被治 但就忽略刘诗诗诗的情绪呢 对此有媒体求证 刘诗诗诗方 对方辟谣称 没有的事 最后还是希望 刘诗诗能够早日开心起来 也希望他们的宝宝 健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